近年香港影視製作投資偏向保守 有不少演員都在等運到 一班圈中後喜之秀決定向外廠趁機開拓新市場 特別是圈中兩大男神魏晉昇和劉俊謙 分別在泰國、台灣插旗 人氣飆升之餘更加是淺途無限 新澤型男Jeffrey近年相當吃得開 更加獲得張敬軒、任達華等等大讚有潛質 雖然Jeffrey在香港拍攝影視作品不算多 但人氣早已衝出香港 在泰國很有知名度 月前生日更加收到泰國粉絲應援 在嘟嘟大賣廣告賀秀 當時已有報道大致標題形容他紅到泰國 據知他早前已低調在泰國拍攝一部劇集 不過暫時資料保密 除了Jeffrey之外 蔡詩韻、袁麗林、柯偉林、劉俊謙等等 亦都不局限在香港發展 當中就以男神劉俊謙表現最為亮眼 事關他早前已在台灣大膽演出劇集《此時此刻》 又參演台灣劇集《誰是被害者2》 以及電影《小曉》和《我再者女等你》等等 不但深受台灣觀眾歡迎 更加獲得徐希替和唐詩詠力讚 在台灣大膽演出劇集中 在台灣大膽演出劇集中